大家好,果然不出所料,远东地区遭到乌军的突袭 这次是突袭的俄罗斯第22禁卫航空团驻扎在滨海边疆区阿尔乔姆市空军基地 一架苏-27战机被纵火焚烧 这次突袭的时间是在3月10日,莫斯科时间晚20点 从俄罗斯解放军公开的画面上显示 一架苏-27战机在阿尔乔姆市空军基地发生大火 实际上我这个频道一直在关注远东地区 那么这次海参版,也就是弗拉德约斯托克,他的军事机遭突袭 经常看我频道老观众应该知道 我一直在发出警告,而远东地区要发生恐怖奇迹 那么昨天晚间游击队攻击了海参版 我实际上在一个月,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之前的节目就说过 而远东地区特别是靠近日本海,日本这个方向 未来都会遭到乌克兰,美国还有日本联合打击 这次游击队攻击海参版空军基地 背后一定要美国中情局,也包括日本 当时节目就说过 在俄远东地区有俄军现在的主力战机的生产工厂 苏-57,苏-24,苏-27工厂 包括卡五二战机都在远东地区生产 那这些都成为乌军未来打击的目标 而且远东地区地广人稀 想要防御起来非常困难 另外呢,日本、韩国、也包括美国 会利用地理上的优势 帮助乌军出动无人机 另外也帮助乌军在靠近日本海方向 对俄罗斯的远东领土进行这种侦查 渗透还有破坏活动 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石油管道 我在这还要强调 特别是中国方面 一定要警惕中俄石油管道 千万要警惕中俄石油管道 不要被美国、日本、乌克兰联合突袭 炸毁中俄石油管道 不光在远东 在俄罗斯境内 在中国境内的中俄石油管道 也要注意安全 因为在中国境内 也有外国的情报人员 特工在中国境内活动 特别是日本、韩国 日本、韩国的特工 在东北地区有大量的存在 那么大家知道 美国联合着日本、乌克兰攻击 俄罗斯和中国远东这条石油管线 就是要切断俄罗斯最后的一条石油运输通道 这也是现在俄罗斯最重要的 能够换取外汇的一条通道 大家知道 美国联合着西方一起炸毁了北溪管道 也就是俄罗斯将向欧洲提供的能源 通过北溪管道换取外汇 这条通道被美国封堵 去往欧洲的能源天然气 那么只能转向亚洲、转向中国 那么这大量的能源转向中国 那通过中国照样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 那实际上这条石油管线 中国、俄罗斯这条石油管线 也就是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条能够换取外汇的石油管线 而且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不像过去 过去俄罗斯可以向欧洲再出口 即使你炸毁了远东管线的话 那么还可以向欧洲还可以换外汇 但是现在欧洲已经断了 只能向亚洲通过中国 中国的港口也可以出口到全世界 我之前讲过吧 中国的石油卖给世界 那么中国有石油空缺 那么多出的一些石油由俄罗斯填补 那也就是实际上呢 俄罗斯石油通过中国出口到全世界 中国可以赚一个差价 这是一种合作的 那么俄罗斯通过和中国的合作赚取国际上的外汇 那现在远东的这条石油管线 也就是俄罗斯的生命线 能不能长期在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长期和北约对峙 就需要外汇 需要美元 那么这条中俄石油管线 也就是俄罗斯 最重要的一条生命线 对中国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都十分重要 和过去不同 过去实际上你要炸毁这条管线 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俄罗斯还可以向欧洲出货 但是现在不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如果俄罗斯远东和中国这条石油管线出现问题 被迫中断 那么俄罗斯的外汇将大量减少 没有了美元 没有了外汇 俄罗斯那点加点 打俄欧战争 很快就会失败 那么美国就会肢解俄罗斯 俄远东地区就会分裂 整个俄罗斯就被肢解碎片化 这也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这条石油管线 现在对俄罗斯 对中国来说 今天基辅方面 泽连斯基只是总理研究 将俄罗斯更名为莫斯科公国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对相应的请愿书的反应 根据乌克兰总统的说法 在历史文化背景层面上 将进行仔细的研究 考虑可能的国具法律后果 什么意思 就是未来乌克兰在所有的公文 公共文件里面 不再称呼俄罗斯为俄罗斯联邦 而称呼为莫斯科公国 甚至西方国家未来 称呼俄罗斯在法律文件上 也不称呼它为俄罗斯联邦 称呼为莫斯科公国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 在评论泽连斯基下令 将俄罗斯更名为莫斯科公国 这件事 他说好吧 我能说什么 我们的回答不 那把俄罗斯更名为莫斯科公国 这个事情 咱们中国人看的可能没有什么重要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在基辅 在俄罗斯看来 这是俄罗斯 也就是罗斯人 他的历史溯源问题 这对罗斯人 罗斯历史来说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之前的节目经常给大家介绍古罗斯 古罗斯公国最早是在唐朝 随末唐初的时候建立 是由瓦梁格人 也就来自于北欧的海盗 当时来自于瑞典的海盗 抵达了立陶宛 在白欧斯登陆以后 深入到乌克兰现在的基辅 蒂尼伯河 这个沿岸地区 建立了一个城邦 由这个琉里克兄弟 建立了第一个基辅罗斯政权 在这个地区 还建立了强大的古罗斯公国 这是罗斯的起源 罗斯起源于基辅 不在莫斯科 那么后来呈破 受蛮族的侵略 呈破整个罗斯公国陷落 一部分古罗斯人向南 迁徙到现在的巴尔干半岛 一部分迁徙到北方 也就是森林里面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 莫斯科那一带 莫斯科公国崛起 逐渐由莫斯科公国 到了蒙古统治时期 跟着蒙古人一起统一了整个的 古罗斯 包括乌克兰 现在的这个俄罗斯 整个的领土 由蒙古人统一以后 交由莫斯科公国管理 这才形成了现在 俄罗斯的出行 那实际上这次更名呢 就相当于要争夺 罗斯的继承权 我基辅叫罗斯 我是斯拉夫人的发源地 你俄罗斯 你不叫罗斯 咱们管俄罗斯叫罗斯 罗斯 俄罗斯 拉斯耶 俄罗斯 实际上是古罗斯的名字 那么俄罗斯认为呢 它是古罗斯正统 而基辅是罗斯发源地 我这么讲 大家可能不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次更名就相当于什么 把山东改叫鲁国 齐国 把山东改叫齐国 鲁 那就相当于回到中原统一 秦朝之前 各自 对吧 各自分封的领地 就是你 就是一个古罗斯的 一个莫斯科公国 你不代表整个的 罗斯历史 不代表整个的罗斯文明 你只代表你的齐鲁 你不代表中国 明白这意思 你不代表秦 因为当时秦还没有统一六国 你还不代表汉 你不代表唐 你只代表你就是一个地方的 一个鲁国 齐国 实际上我的节目一直给大家介绍俄罗斯的历史 我当时在俄罗斯的时候也发现俄罗斯的很多历史 在古罗斯这一段 实际上俄罗斯 他是有自己想法 当时我做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你听这个俄罗斯很多音乐作品 文学作品 里边就充满了悲情 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和乌克兰和其他的罗斯 斯拉夫人 他是不同的 他充满了悲情 你去听这个天鹅湖 柴克兰斯基天鹅湖 你会听到巨大的震撼人心的一种悲情 天鹅湖是一个故事 实际上就是 一个公主 被女巫下了咒 只能晚间化成人形 白天 他就是一只天鹅 只能晚间变成人样 然后和一个王子 和一个王子在一起 王子呢 爱上了他 结果王子没有取代 这个天鹅死了 是个悲剧 天鹅湖 你从柴克兰斯基 他这个天鹅湖 你就可以想象 俄罗斯内心充满的悲剧 我之前的节目说过啊 你只有深入了解了俄罗斯人 了解了他的历史 你设身处地 站在他这个民族的角度 你在观察他 你在研究他 你才能判断他 为什么悲情啊 因为他有历史责任 一个人一旦担负起历史责任 这个民族是不会像南美洲啊 你可以想象南美洲那民族 狂放 热情 没有悲情 为什么你看俄罗斯就是悲情 柴克夫斯基 你听那个天鹅湖 你在和南美洲那个音乐 拉丁那个音乐 你比较你就知道 谁在承担历史的重担啊 俄罗斯啊 他为什么要承担历史重担呢 就在俄罗斯的骨子里 他认为他是上帝选择的 我们要承担历史责任 承担历史的任务 什么历史任务啊 人类的文明啊 人类发展 俄罗斯人有义务承担 所以你看沙皇那个时期 俄罗斯的很多科技 文化 他就迸发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 你再看南美洲那些 拉丁话那些 每天歌舞生平 他根本不想着什么叫悲情 他也不可能写出柴克斯基 天鹅湖这样的作品 他这个民族性格里面 没有责任感 没有这种悲情 在我看来呢 俄罗斯的知分子 俄罗斯的高层啊 他有一种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呢 我个人的看法 是类似于东正教教义的旧事 俄罗斯人天生是为了拯救人类 所以面对包括拿破仑 希特勒 包括野蛮的蒙古人 我们俄罗斯牺牲再多 再所不惜 因为我们是上帝选来拯救人类的民族 所以俄罗斯有 咱们中国呢 很多人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咱中国人有点解释呢 说是俄罗斯人是好战 或者可以说呢 他善战 但实际上我的解释 战斗民族是什么 不确战 这是俄罗斯特点 你看猎斌的画 你看 柴克斯基 天鹅湖 你再看俄罗斯文学作品 厚重的历史 充满了悲情 悲情是什么 责任感 就这个民族从文化 艺术 他肩负了一种 就是神秘的一种责任感 我是拯救人类来的 所以我这个民族一定要承担这些 重担 人类的重担 人类的苦难 那我们既然承担了人类的苦难 我们就是上帝选来拯救人类 他充满了这种 东正教里面这种旧式学说 所以面对任何敌人 包括现在的美国 俄罗斯人从来不确战 你看普京 在俄乌战争 他知道美国强大于俄罗斯 但是他还是应战 他并不确战 这才叫战斗民族 我今天把这个俄罗斯民族性格 通过我这期节目给你讲透 这是我这么多年在俄罗斯观察来的 那最后再回到 基辅把俄罗斯更名为莫斯科公国这个事情 背后实际上逻辑就是希望肢解俄罗斯 你不叫俄罗斯 你不叫俄罗斯联邦 你叫罗斯公国 把你矮化 把你统一的俄罗斯联邦碎片化 但是我谈了我自己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只要东正教在俄罗斯这个地位还存在 也就是俄罗斯人他的历史信仰里面 东正教这种神秘的历史责任 也就是神秘的悲情主义 为人类承担这种拯救人类的责任 这种想法还存在 你就无法知解俄罗斯 这是我个人看法 像普京像俄罗斯这些知识分子 包括这些俄罗斯的高官 他一定是在东正教这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也就是只要东正教还在 你想知解俄罗斯非常困难 中国也有一些人幻想要知解俄罗斯 我还是跟大家讲实话 我在俄罗斯很多年 我了解俄罗斯性格 了解俄罗斯这些高层他的想法 只要东正教还在 中国其他国家想知解俄罗斯 很难很难 他有这种悲情主义 有这种为人类承担责任 这种想法在 就算俄罗斯都吃土豆 都吃土 吃不上饭 饿死 他也绝不会投降 他有一种信念在 你看看二战 打成什么样子 按正常人类来说 你要换成南美洲那些国家 早投降了 打什么呀 到俄罗斯不一样 萨林格勒 列宁格勒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 我强调的 在看待俄罗斯历史上 咱们中国人要客观 首先要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要了解你这个邻居 脑子里在想什么 中国的很多专家 他根本不了解俄罗斯 好像会俄语 在俄罗斯生活过 没有进入俄罗斯的内心 你要像我这个频道 像我一样 进入他的内心 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然后给中国人讲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 和别人的不同 站在他的角度 给中国人讲 这样咱们中国人 才能更客观的 更立体的了解你这个邻居 不会犯错 让欧亚大陆有不同的文明 那么美国 昂鲁斯达克逊 就希望利用 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 这个差异性 质解你 碎片化你 所以在我看来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那么作为 欧亚大陆联合的支持者 首先要了解 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特点 首先要了解 设身处地 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看很多问题 要了解对方的想法 了解对方 他怎么看这个世界 然后这边才能 能够理解对方的行为 不误判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和平 达到一个 欧亚大陆联合的一个目的 不被美国利用肢解 咱们中国现在有 太多的所谓文化人 不了解俄罗斯 不了解整个欧亚大陆 每天幻想着肢解 这个肢解那个 就上了美国的档 跟着美国 跟着阿鲁撒克逊一起 也幻想肢解这个肢解那个 自己想做的 这就是美国想让中国人做的 你们去肢解欧亚大陆 你们互相斗 互相打 所以美国永远 他可以躲在两个大洋 隔绝的这个美洲大陆 他永远成为世界第一 那个美元 他一张纸来收割你 就是中国的文化人 中国的所谓的学者 专家 意识形态 思想 他不升高 如果不升级的话 他永远跟着昂鲁撒克逊 节奏走 最后呢 我想说啊 欧亚大陆想要联合呢 各种文明之间 要相互了解 避免误判 这是最重要的 也是欧亚大陆崛起的关键 我这个频道呢 也会持续给大家 介绍不同的文明 介绍欧亚大陆 最新的情况 我还是相信 欧亚大陆一定能够崛起 欧亚大陆一定会重新回到 人类文明的中心